星期六的下午 可以喝杯咖啡 吃個甜點 到河邊騎單車 在有美麗樹蔭的街道散步 你會有大概15分鐘的滿足 讓你覺得未來24個小時的人生不是虛度 星期六的下午 你可以穿著一身黑衣 戴上口罩 在維多利亞公園加入人群 你聽到有人說 有裝備的直走 沒裝備的全部向右轉 於是你在煙塵中奔跑 傍晚 你在一間黃店 就是支持抗爭的友善店家 看電視機上的鎮報新聞吃晚餐 你不知道未來24個小時 會不會變得更好 星期六下午 你也可以去投票 你的選擇將會影響未來4年的台灣 所以一定要選擇 能夠為台灣做出正確決定的那個人 我是台北市議員邱威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